洛杉矶湖人前锋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 在洛杉矶湖人队返回洛杉矶湖人队的芝加哥公牛队 他们承认,脚的肌腱撕裂的伤口有疑伤 并建议提出刀,直到检查季节为止 土美联社Doggie视频 Now News Today新闻 John Ember,勒布朗、詹姆斯今天在洛杉矶湖人队 对阵芝加哥公牛队的比赛中返回 27 比赛结束后,他还透露了他今天决定打开绿灯的原因 并讲述了后来手术的可能性 他有手术,但最终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他开玩笑说,因为我问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 他的脚受伤了,他告诉我他告诉我应该这样做 赛季结束后可以移动刀吗? 詹姆斯说他还不知道,但是在赛季后 他会进行核磁共振检查、MRI,以查看是否需要 詹姆斯、James,在2月27日仅在达拉斯、Dallas 的比赛中受伤了右脚肌腱 当时,医生被诊断出的将在大约三周内重新评估 在此时间点,恢复速度很棒 他缺席13场比赛 在失踪他的情况下,湖人取得了8场胜利和5场失利 詹姆斯用替补30分钟为这场比赛效力 11球中共有6杆在球队中得到19分,有8个篮板和3次助攻 詹姆斯在比赛结束后说,他现在感觉很好 他认为取回节奏是最重要的事情 休息了4周后,他今天几次切入球 无法控制球,因此他需要找到原始的感觉 参加比赛是不好的 但是当我不能玩时,我也为这支球队感到骄傲 詹姆斯说,看着他们在比赛中以高级和正确的方式打球 打湖人的篮球,然后 詹姆斯说,当我早上起床时 我觉得我今晚有机会参加比赛 当我在比赛前段练时 我确认自己的身体可以回来 所以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此外,他还强调 这并不取决于湖人中剩下多少场比赛 而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自由启动 跳跃和跑步,他可以回来 我的一天从早上7点开始 在晚餐时间结束,即晚上7点 在此期间,我必须进行康复和训练 我必须对待 我和我的身体在结束前返回詹姆斯说 及更多NOW News今日新闻报道NBA上皇帝返回 拉宾削减了湖人的获胜率32分 下跌了50%NBA绿色钥匙错误 勇士9699灰狼的悲惨逆转连续三场胜利 NBA Donetsk在场上失去了微笑 基德说,帮助他找到英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